嗨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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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燕兒 今天要開箱介紹的就是我之前在臉書上預告的百萬商品 今天介紹啦 這是這台賓士C250 那在開始之前先提醒 因為我對車並不是很熟悉 這是一部非專業的開箱影片 主要是針對我認為很方便的功能進行介紹 並不會對價格或是網路評價之類的多介紹和討論喔 那我們就進入影片及介紹環節吧 大家好 喜歡阿咨 請打開箱 這一程 封印 相信大家在開頭都看到,這是一台雙門車,但是是世人做的 所以要進入後座,必須將前座的椅背往前傾,並將座椅往前移動才有辦法騰出上車的空間 但這台車的座椅是電動椅,只要將椅背往前到一個程度後 它就會自動感應將座椅往前移動,這樣就可以準備上車 入座後,只要將椅背弄回來,座椅也會自動移回原本的位置哦 再來就是這個記憶電動座椅 想必有關注我IG的觀眾們可能會有印象 在我今年去宜蘭玩的時候,開了一台HONDA載乾爹們 那台車的駕駛座椅也是電動椅,但沒有記憶功能 所以我後來跟乾爹輪流開的時候,就要一直重新把座椅調整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這樣其實挺麻煩的,因為有時候真的會調不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就變成開到一半停紅燈的時候,趕快再做調整 但這台車的兩個前座都配備了記憶功能 只要調整並設定記憶後,即使換過人開 只要按下你設定的編號就可以立刻回到你最舒服的座姿準備開車 如果載了小三,也要記得把副駕駛座椅回歸正宫的設定喔 鑰匙沒電的時候也有額外的啟動方式 因為是可以感應式發動的系統 那鑰匙是可以靠電池維持感應的 可以將啟動鍵的外蓋拔起來,再把鑰匙拿出 插入插槽後就可以照一般鑰匙的使用方式啟動囉 但是...建議是不要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就是中間儀表 除了中間資訊幕外 和其他一般汽車顯示的資訊是差不多的 時速、轉速、溫度以及油量 中間資訊幕的部分包含了很多項目 像是里程數也可以將導航導入 會有很小的圖示 然後收音機也會顯示頻道 媒體的話,例如藍牙放歌的時候 會顯示歌名等等資訊 還有電話、輔助系統 那輔助系統的話有車道維持系統 可以感應路上的車道線 如果行駛中你感應到車道偏移 系統會提醒 而方向盤也會稍微幫你做調整 但開車真的還是要養足精神在上路 常常看到車禍的原因都是駕駛疲勞 這一定要切記 用而關心大家 再來就是這個 功能 我覺得是最有用的功能 它透過隱藏在車身上的攝影機 投影在中間螢幕進行車外的狀況模擬 在低速狀況下 可以環顧整個車子的四面八方 對我來說 除了入載的時候 可以稍作參考 會不會撞到以外 停車時也可以看得到 附近是不是有障礙物 便能去撞到 上次我才把一個燈撞歪而已 哈哈哈 但這是屬於輔助系統 雖然方便 但還是不能完全依靠它 我還是會好好的看後照鏡 這個功能真的只能當作輔助的參考 再來就是 Command Online多媒體系統 這個整合式系統包含了導航 藍牙收音機 CD、DVD、USB及導航功能 它需要選配 主要的控制在扶手前方 就是這個黑色的旋鈕 用起來的感覺不會很困難 螢幕上的標示也都蠻清楚的 對我來說用起來很直覺 不會有那種功能找不到或是不會用的 不過目前最不習慣的就是 音量調整在旁邊 藍牙放歌聽的時候 這顆大旋鈕的功能是換歌 我常常聽到一半想大聲一點 結果把自己想聽的歌不小心換掉了 然後這台車還有夜色套件 夜色套件的話主要是內外裝的外觀套件 並非是功能之一 但這台車有選配 我來說一下它的特色 一般大家在路上看到的冰室 在一些像是窗框之類的地方 應該都是銀色的材質點綴 但夜色套件的話 主要是把那些地方換成黑色 有別於一般氣質的形象 這樣搭配反而顯現出一種低調的殺氣 另外在中控台這邊也有一個 Nine Edition的名牌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樣的風格 再搭配這種轎跑車型 真的和一般的配色有很大的區別 至於中間扶手置物空間 將這個按鈕按下後扶手會打開 有個置物空間和導航用的SD卡插槽 還有兩個USB孔 其中一個有連到多媒體系統 也就是說即使不使用藍牙 你也可以將iPhone的線插在手機上 可以直接播放音樂 但一般我還是用藍牙居多 我線的話還是拿來充電 對我來說藍牙會用的習慣一點 再來就是這個很特別的安全帶 因為是雙門車型 那安全帶通常也會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這個功能我要特別說一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貼心 以前我也做過雙門車 但它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要細安全帶的時候 就要轉過身 所以要身比較長去拿安全帶 這台車就不需要這麼辛苦了 上車後安全帶會伸出一個機構 把安全帶推到離你很近的地方 只要手稍微一勾就可以拿到安全帶 系上那個機構也會自己再退回去 真的是一個很貼心的功能 再來就是這個全景天窗 全景天窗能控制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頂棚一個是天窗玻璃的部分 可以全開 但會覺得熱的話 可以將天窗玻璃打開 然後關閉頂棚 只是大熱天的我這麼怕熱的人 還是乖乖把天窗關好吹吹冷氣吧 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畢竟我是一個不太懂車的人 也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太多 女生嘛 看車總是比男人的頭腦少思考很多 就像男人不懂女人 為什麼要買一堆包包一樣 簡而言之 這台車給我的感覺 全部都是舒服的 謝謝大家給了我一個完美的九月破誕日 你知道的 29歲是不能祝福的 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處祝燕鵝永遠快樂 謝謝你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不 컬�題的下支影片 我在一起